中国外交部1月5日表示 在指责北京少报与病毒相关的死亡之后 他一直对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新冠数据持开放态度 事实证明 中方始终本着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原则 同世卫组织保持着密切沟通 及时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 当前中国的疫情形势是可控的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我们会继续同世卫组织开展技术交流等活动 我们也希望世卫组织秘书处秉持科学客观公正的立场 努力为全球应对疫情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事务主任麦克瑞安 1月4日在媒体峰会上表示 目前中国公布的数字不足以代表住院人数 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和死亡人数 世卫组织表示 自北京取消零新冠病毒政策以来 它没有收到中国去年12月 新发新冠病毒住院治疗的数据 但补充说数据出现缺口 可能是因为中国当局只是难以统计病例 中国在1月3日报告了5例与新冠相关的新死亡 使官方死亡人数达到5258人 按全球标准来看 这非常低 按全球标准来看